我们现在来到了最北边的新山区 大家看这里是镇罗营镇大庙玉村 兰姆祖给了我一个线索 让我寻找这里面一位长寿的豆腐西施 我们找人问一问 大爷您好 我找一位豆腐西施 不认识 这是西施的 大爷您知道豆腐西施吗 听说特别长寿的 我们要约住大老洋长寿 请就找我 在那边呢 后边呢 山那一边 难道在山上 豆腐西施 哎呀上山找豆腐西施 应该从这走吧 不叫进去 不能进 奶奶我找人 也不让进去 说就在山里呢 不让我进 问问您多大岁数了 这我就是烦了 那您认识豆腐西施吗 就么就是 就么就是 哇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豆腐 你豆腐 他也知道 豆腐 我前我也都豆腐 你都说都豆腐 其实 其实漂亮 漂亮 我喜欢桌子 大家全是追的 阿美 羊肠之奶奶头发茂密 皮肤红润有光泽 而且少有皱纹 难以想象 她已经有93岁的高龄 是村里年纪最大的 因为曾经在生产大队 做豆腐又爱漂亮 被这里老一辈人 称为豆腐西施 一道防火计 羊奶奶几乎每天都会守在山脚下的卡口 谁都不让过去 无论是游客 还是自家村民 她一律不放过 不行 你放假的 行不行吗 你要过去 大片给我 听奶奶话 去过去 走吧 好 好 不能放火 那个拿起 不让上山 不是 咱一次认识 认识 认识 不让过去 认识 也不让进 认识 也不让进 够压压的 啊 压压也不让过 这儿我非得过去 我看你嘴的话 不嘴我 我拽一只泥 拽一只泥 回去吧 啊 走吧 啊 还真是听您的话啊 没事 帮着我们工作 玩哪不玩啊 娃娃说的不听 她可有种挺老太子的话 因为这老兽型 这是老母国营 哈哈哈哈 杨奶奶的二儿子刘桂杰 是当地的护林员 今年66岁 老太太给你送饭了 啊 老太太给 昨日给送饭 不是饺子 就是那个 咋碗汤的 妈 您咋也不给送饭来了 怕您的啊 让您不吃 您的以后 就别给我送饭了 能送都送 老母亲每天都会 亲自给儿子送饭 让她既不耽误工作 还能吃上家里的热壶饭 而五岁的玲玲 会跟在她身边 负责照看太姥姥 您吃掉吗 我吃了 给她送这儿 这不烂 别吃上外吃那饭腔 好吃 您在这儿护林 护工时间了 从开始就 有这个护林院 看好了 我们家的省心 这招火可不是小事啊 我师父来的 八十年了 好运着说 长着大 您家这大房子够好的呀 够好的呀 杨奶奶家是个二层小楼 午室一厅 老人养育了七个孩子 四代同堂 如今 他跟二儿子一家 生活在一起 哎呦妈 累这么了 上微博参与 活过一百岁话题讨论 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场景 此时我们看到的两张照片 是十年前 杨奶奶一家搬迁时候的流影 也是他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哪哪都挺喝的嘛 你说多好呢 好运的我有个家了 我奶奶啊 当年从这小平房搬到楼房的时候 可高兴了 说没想到这辈子来能住这么好的房 我师父说 没想过住这点好房 没想过 杨奶奶在老房子里生活了六十年 虽然住上了新房 但总会叫上老姐妹 傅翰英奶奶 一块时常回老屋看看 那里有着怎样的回忆呢 整天就妈妈两边在那里坐着 对了看他们家 是我们家 老伴一块都干的 我可没少奶奶 就调水 上上调水 那大山坡 跟那里沿着 山坡都这样 原先大庙玉村的村民都住在山上 生活不变 五十年代初陆续搬迁到这里 由于这里紧挨着山脚下 2007年政府判定大庙玉村 维尼石流一发危险区 2012年通过政府的补贴政策 全村人住上了小楼 全村人住上了小楼 你到这儿又苦 你别净苦 你净苦你身子啥好多 你要不啥想呢 真瞅瞅他们 他在锅上的时候 那个就在锅点烧火 两个人感情更好 我不哭 他对我什么没好处 我没见到过来哭 我哭 我在你眼泪 除了我还揉进去呢 你这样高兴的事 你别进大家谋着 整天上市 然后这儿穿穿着 哪儿穿着 你有半儿他就好业 虽然老伴不在 但有杨奶奶这样的老姐妹 陪在身边的日子 也是温暖的 杨奶奶是大庙玉村 最早开始制作豆腐的人家 后来在镇政府的帮助扶持下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 还开发出了美味健康的 清泉石锅豆腐宴 长寿奶奶爱吃的豆腐 如今成了村里家家户户 每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豆腐西市来了 往里走 正坐着呢 正坐着呢 好香啊这味道 晚餐时间快到了 杨奶奶决定用豆腐 做她的拿手菜 我那吃的还没豆腐呢 哎呦好香啊奶奶 我闻着了 哦 晚餐的豆腐味 这是做豆腐的哪道工序啊 好香 烧开了之后呢 掏盘的药 好吃 这种豆腐啊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专家 这个豆腐呢 能够清热解毒 同时还可以生筋养胃 还可以下气宽敞 如今村里做豆腐的手艺 依然传承着杨奶奶当年的方法 只不过也磨鸡代替了 古老的石墨 就炒着它烧烤就跑 差一点也不行这火 这火要太大就怎么了呀 跑 豆腐在福头待着 要跑了你嘴都嘴不上 跑了豆腐就没了 磨好的黄豆放入废水中煮开 这个过程要不停地搅拌 一刻也离不开人 开锅了就往这儿一掏就行了 这底的豆浆都可以喝了 哎呦你看 这浓浓的豆浆出来了 用纱布进行过滤 分离豆浆和豆渣 多使力气 这是力气活 对 揉了一会儿就已经出汗了 奶奶 我脸上都出汗了 做豆腐真是不容易 您当年做豆腐也是这么辛苦 好不 因为有很多人呢 尤其是老年女性会缺钙 但是有很多人呢 乳床不耐受 喝点豆浆来这种 代替牛奶来补钙 滤出来的豆浆加入盐卤 凝固出来的便是豆花 关键为什么加卤水 卤水终于把它叫做一个消脂 还可以揉敷 还可以清热化碳的作用 所以我们常规都是用卤水来点豆腐 那里面包含有氯化镁 硫酸钙 还有这个氯化钙 终于把它卤水 也叫盐卤 叫做大寒 可以制大热 可以有清热的作用 它因为里面含有镁 含有钙 然后实际上它跟豆腐 会进行一个交换 交换之后呢 我们豆腐的骨盖的作用就会更好了 同时呢 我们这叫做清热的作用 就会更强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卤水豆腐 可以切下一片来 然后局部红肿的时候 可以贴上它呢 也是因为卤水 它是一个制大热的 可以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豆腐本身也可以消可 能够解毒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这个土盘吧 就是豆腐点不点合适了 就是 就这么一会儿就冰出了 这意思就是你点那大小的 这样站着都不用再点了 最后再用纱布将豆花压制成形 卤水豆腐就制成了 而杨奶奶的拿手菜 除了必备的豆腐 还需要一样食材 是一种生长在深山里的野菜 二哥 这里面没有您不知道的地儿了吧 都知道 咱们采这个茉莉芽 是奶奶吃啊 对 放豆花里 杨奶奶的儿子带我们上山 寻找母亲爱吃的野菜茉莉芽 在寻找她的过程中 我们竟有意外的收获 还原一个那个大鱼竹 看这个叶子像不像竹子 也最近口干的人特别多 这种造邪圣的这个天气 就可以用玉竹来煮水喝了 既养阴又可以清热 它吃起来的会有点回甜的味道 好甜呢 对 它会有回甘的味道 好像还有成药是玉竹饮 汁很足 特别的脆 轻轻咬一句 咔巴 蒸制了以后可以做成玉竹糖 玉竹的根茎可以给杨奶奶 煮水带茶饮 具有清热润燥 养阴生津的作用 这就是单身治感冒的那个 这是单身啊 那挖出来给我们看看 我开始剪了 哇 真的是这样红的 对对 特别浓的这个参的味道 对 长得有一点点像小香菜 但是比香菜那个叶子厚一些 大一些 闻进来没有参的味道 但是挖出来的这个红色的参呢 参味很浓 单身一味咬就有一个养血的作用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活血的作用 我临床特别爱用的一个单身 就是单身瘾 一个心痛或者是胃痛 可以用它了 可以煮水 泡脚 尤其是老年人 能够这种通筋活络 改善循环 它是养血活血的圣药 在千年股方都会用到它 单身具有养血活血的功效 当地人时常用它治疗感冒 除此之外还可以治疗用于瘀血所致的心脏和胃部的疼痛 用单身给羊奶奶泡脚也再合适不过 可以改善循环 通筋活络 我妈还泡过 真的啊 当地人的健康源自大自然的馈赠 羊奶奶家里祖辈都爱用着山中的草药来泡脚 用来泡脚的草药找到了 但我们始终没有发现茉莉牙的身影 刘师傅带着我们在山里穿行 对我们来说寸步难行 但对他来说却如鱼得水 二哥真不像 六十多岁了 用了十分钟的跑着山 过去在机体中那时候都放样 我是属于从小上山上树的孩子 所以我其实还算是灵活 我来带路 小心 我是属于从小上山上树的孩子 所以我其实还算是灵活 小心 正要放弃之时 刘师傅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是一种茉莉牙 这么难找您都发现了 你到春天除了这牙子 这树就叫茉莉牙 这是什么树上的牙 古叶的树 你看这没展开的 像抱着的一个个小拳头一样 展开的都是红色的 带着白色的毛 有可能是那种蓝树的这种嫩叶子 蓝树呢 那在我们中医里头呢 有叫卵花可以用 有这种清热呀 然后有这种消眼睛的肿 消肿胀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它吃起来应该带着苦 有点苦涩味道 我尝一点 真苦啊 太苦了 这个要是呢 还得泡四三色钱 一天换一挥就行 这个叫做茉莉牙 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清热解毒 卸火的 没想到杨奶奶爱吃的野菜茉莉牙 还有清热消肿的功效 刚摘下来的茉莉牙 要经过两至三天的浸泡 去除苦味方可食用 和豆腐凉拌在一起 加上蒜末和少许香油调味 方香四溢 新鲜的食材无需过多调味 只要碰撞在一起 就促成一道养生美味 杨奶奶的豆腐宴里 除了离不开野菜 还有一样工具 那就是石锅 竟然也有养生功效 曾经有人去研究这个莫托石锅 就是西藏那边 就发现里面 这种矿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 因为它的温度慢慢地加 凉的也会慢 豆腐是一个干凉制品 所以我们还是要温着它吃才对呢 同时这个石锅里面的一些矿物质 还会进到这个豆腐里面 这冷了好棒 好棒 吃饱了 上菜喽 莫里安拌豆腐好了 看看我们这个石锅豆腐就做好了 还有吗 还有吗 没的吧 没了 好嘞 奶奶说了 她不吃这个 就给我扑着 不吃这个饭 奶奶您拿什么呢 拿点饭 您的饭在冰箱里 此时我们发现 刚蒸好的米饭 杨奶不吃 却拿出了它的特制米饭 这水饭 这个是小米和大米 两种米配成的 我来尝尝您这个 这个水饭是放了几天的 是发酵过的这个饭 是不是 奶奶爱吃的水饭 竟然是发酵过的饭 你知道北京的豆汁吧 知道 你是经过发酵的 带一点点的这种蒜 这个为什么我说 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家也有 真的吗 你放在冷水里头 发酵几天之后 然后会逐渐冒冒小泡 然后形成了这样的酸米饭 然后这个汤呢 我们终于管它叫做青姜 也叫酸姜 这有很好的一个清热消暑 同时还能够直偶的作用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93岁的杨奶奶 竟每天吃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特制水饭 我这从小都吃这饭 我妈呀放地儿 我都会做饭 我妈呀也是这么多呀 用大米和小米 混合洗净后煮熟 然后捞出 泡在凉水中 在冰箱里放置 一到两天即可食用 您这水饭吃多少年了 整天就吃吧 爬到舒服 在夏季的时候 我们家会把它熬成这个大米饭 然后里面放上一点土豆 这样子呢防止 有人说这个胃酸 不想吃这酸的 一个时候多洗两遍 二十个加点土豆以后呢 做的稍微稀一些 然后一到夏季的时候 消暑解渴 特别好 我们又找到了 奶奶长寿的一个秘诀 爱吃水饭 在奶奶的餐桌上 除了水饭 还有一样食物必不可少 那就是大蒜 一顿饭得吃几颗呀 一个够 去温气的 爱去温气 现在呢也有把它做成 这种大蒜素注射液 不光是说 它可以治疗这种菌 有灭菌的作用 同时还有一定的 活血通落的作用 对于血脂的异常啊 还有这种血糖的异常 它都有一定帮助的作用呢 这个大蒜吃多了以后 它的这种心 哎呀辣咸辣 哎呀对 可以吃 但是呢 保证了一定的量 这是奶奶从生活经验当中总结的 实际上是都有一定的道理的 您吃顿饭呀 学了好多的长寿秘诀 长寿知识 祝奶奶活过一百岁 热情豪爽 儿女孝顺 再加上祖辈传下来的生活习惯 或许就是豆腐西施 杨奶奶的长寿秘诀 驱车51公里 我们来到平谷最东边 风景如画的金海湖 据说这里 有一位远近闻名 特别爱吃鱼 又会做鱼的爷爷 爷爷一辈子都守在这金海湖边 做鱼全靠自己自学 就像爷爷的名字 黄自学 这鱼得个五斤 五斤没这大 这个都是没有土性味 看出这水是好水 你这水货有几十样鱼 爷爷告诉我们 鱼好不好吃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 养它的水好不好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发现 爷爷每次炖鱼 都把一样食材跟鱼一起炖 爷爷还把鱼彪也放进去了 鱼彪是一个非常好的 补胜甜筋的一个药膳 我们在临床上 比如说在做高方时候 冬令筋骨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鱼彪焦 就是用这个鱼彪来熬制的 肾强了筋骨就会强一些 学会了吗 鱼彪具有补肾撞骨的功效 这个铁锅呢 铁的作用 然后跟这个炖的这种食物 它的酸碱度 还有它炖的时间 它所发挥的作用是成正比 它会使得它的风味更好 加一点醋 还有呢炖的时间长 这四小时以上 这是猪骨的汤 加入爷爷秘制猪骨汤 用大铁锅 大火慢炖四个小时以上 这铁锅炖鱼 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黄爷爷一日三餐吃的食材 都源于自家后院 菜是自家种的 就连鸡蛋也是自家鸡产的 在黄爷爷看来 要像长寿不能闲着 鸡也一样 所以每天早起 他和老伴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家的鸡都溜一遍 哦是哦是哦是 出来好吧 都想出来吧 你都想出来 你那个鸡要下蛋 你现在下几个鸡蛋呀 是没准儿 没准到一天下吃了鸽子 你这啥子 它哪都去哪都下 哪都下蛋 可不 我帮您掌揉鸡蛋吧 好 这一片倒吧都 它可能下哪呢 卡屋呢 还有一个的 这儿一个 你拿去 这儿刚下了一个 哇还烫手呢 这是刚下的 我第一次摸刚下的鸡蛋 这儿没有 这儿也没有 你在哪儿下蛋了 那边 拿树根这儿有 这儿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 我又找了一个奶奶 这儿有两个 下了两个 在这儿呢 这儿有一颗 那哪儿水捡得多呀 没我捡得多吧 我还是先捡了 我才捡四个 它还有您厉害呀 这都是一早上 我记得工了 下午茶的鸡蛋下午茶的 帮我抓鸡 抓哪儿呢 你不好得 他不会 你不好得 他不会 刀我吧 爷爷厉害 爷爷抓上了 爷爷抓上了 难以想象 八十一岁高龄 身受如此敏捷 抓抓抓 抓抓 我害怕爷爷 我知道你早上很辛苦啊 你别走 哪儿抓 哪儿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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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了了吧 跑得最快 好 回去了 公子 ep 이러 小鸡蛋 王爷爷有三个闺女 不仅闺女们 爱吃老爸做的鱼 乡女相亲也爱吃 老大和老二 就合力在金海湖边上 开了一家特色餐馆 爷爷帮忙做鱼 至今已经整整20年 尽管辛苦 但抬头看看金海湖的风景 疲惫的身心也得到了舒缓 好不容易到了休息时间 音乐又响了起来 黄爷爷开始带着周边村民跳操健身 您每天做了那么多条鱼 那么辛苦了 我发现了 您是跳操来缓解疲劳 爷爷每天做完鱼说腿特别疼 时间长了就站不住了是吧 久力伤骨 久行伤筋 终于有一个叫做腰背伪中球 比如说腰酸背痛 我们就找伪中这个穴位 伪中怎么来取呢 是我们膝关节后面一窝起来 有一个锅窝 能摸到吗 一弯就有一个锅窝 就这个地方 尤其是说晚上 特别容易腿抽筋 一受凉了 一受湿了腿又抽筋了 或者是游泳的时候容易腿抽筋 都是感觉他腿上有点痛 有点痠痛 说明按对了是吧 得气了爷爷 找对穴了 就这儿您系好了 一件时间长了 这个大腿这肌肉也会痠痛 那这个股四头肌 这个地方肌肉痠痛呢 我们用什么 从这个膝关节往 这有一个叫腹吐血 伪中穴位于膝盖后侧的国窝处 成山穴位于小腿后面正中 将掌根置于膝关节处 中指之间的位置 即是腹吐血 如果您长时间站立 或者走路多了 缓解腿部疲劳 不妨也按揉一下这三个穴位 黄爷爷爱跳舞 而一旁同为81岁的亲家母 卢贵兰奶奶爱踢剑子 那时候大家当姑娘都踢 因为踢剑子弯也没吵呢 还一弯都没吃不上家了 比试比试吧奶奶 有信心吗 比赛正式开始 一个 两个 几个 准备 开始 一个 这个别拨 别拨 一拨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紧张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二十年的跨度 踢剑子水平没赶上 走 上我家看看去 您这小房子 这湖景房啊 卢奶奶独自一人 生活在湖边小屋 这里一直保持着 最原始的状态 出门就能看见 一片鸡海湖 每天不少于四个小时户外晒太阳 让卢奶奶的皮肤变得有黑 呦 奶奶 你这都亮的什么呀 奶豪啊 我们发现 卢奶奶院子里晒了很多宝贝 我修这个水库整是冬仨院 人家我十九万 那会儿在湖边受了凉了 是吧 都要走不动了 这就是撑着呢 我这咋弄呢 我哥都来这个 连这个爱豪 红华 山精草 透骨草 酱搁在一起 泡了有一年都都管事了 比如山精草 透骨草 这些呢都是通筋活络 能够去湿 还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 但是如果加上这个爱草呢 它的这种温阳的作用 就会更强了 我们脚梁呢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子 回家自己泡 那边还晾着东西呢 那是什么 那边还晾着东西呢 那是什么 那是豆腐杆切成片晾干了 带切成丝 吃了带泡 拌凉菜是搁点大葱 胡萝卜 腌碎 拌凉菜最好吃了 水分少 它保存的时间也会长 通常呢我们在临床会跟别人说 二两豆腐相当一两肉的蛋白质 那一两豆腐杆 豆腐丝相当于一两肉 要是按照蛋白质的比例来吃的话 豆腐杆和这个肉 它比例是可以对等的 没想到 豆腐杆的蛋白质含量 竟然和肉类相当 那两天盛着光 使套花 抓一年子 其实开始一起喝了 两小时都给你打下来了 哇 好漂亮啊 野生毛桃的花菇朵晒干后 卢奶奶用它来泡茶 可以消食通气 本草当中记载 它可以月泽皮肤 它有一个活血 同时还可以沥水 关键啊 它有利大便的作用 所以它有利二便 不光是说利水利小 同时还可以有这个利肠的作用 所以吃完了以后就觉得 上厕所去了 是吧 你抽着啊 抓有吃了鸽子 真的关事了 不隔夜 隔夜不管事 卢奶奶除了喜欢喝桃花水 也喜欢煎桃花饼 如果要是说鸽便不通畅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桃花来 但是有一个禁忌啊 你看我说的它通变的 那如果平常就腐泻 那就不合适用了 就不要再用了 是的 到您家里看看 看看好 我这小猫窝草上 挺好的 奶奶家到处都是花 你看 这对有漂亮的摆设的种花 然后被褥上 衣服上全是花 我喜欢 卢奶奶爱说爱笑 更爱花 房间里到处都是 花的摆件和图案 除此之外 我们在卢奶奶的床上 发现了六个收音机 这是铁板蜡谷 苹果的老地儿 这个是河北王子 这是莲里如伯 讲的是宝宝 听说 这个我趁酒开着 睡着了她的唱 醒了我都停 听了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听了三十多年了 本来都有气听 她都没气了 其实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 然后子女都不在身边 老半也不在身边 一个人的抑郁 气机不畅了 气质血瘀 瘀血很多 会引起很多的病症 对于这种喜欢的事情 然后还能够持续保持 这种开心和欢喜 然后对她的这种 舒肝解瘀 清晰的调唱是特别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又发现了 一个长寿秘诀 就是要开心 我这人 你别说我 岁头大吧 你都年轻 杀人我都能待在一块 您这知识也丰富 阅历也丰富 还从这些故事当中 学到了好多这种人生哲理 在卢奶奶看来 现在的生活 是她最幸福的时候 我们老爷子唱说 年轻享受不算数 老了受拼还叫拼呢 我都记着我们老爷子这话了 我听他这话没错 老婆你把钱给我摘探了 我爸又给我吃鱼 又给我烤鱼 这老家都惦着叫儿女 过得好 不像人家那个花多的 八十多岁还给公姨点帮忙 黄爷爷只懂干活 不善言辞 卢奶奶好交朋友 知足成乐 即使是八十岁高龄 依然乐此不疲地 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为子女默默付出 吃的是羊肠植 您好 当时有新家正高兴 都发现有病了 感谢你吃这么些苦 今天这终于小肉了 日子一过就好的 一定活100岁 25岁的黄先生 你好 现在华尔级了 在生产队干活时会 睡觉有事时会 能吃上鱼 也学会自己对鱼 回事谈到那家乐 都能吃我顿的鱼 现在我都发二多年了 26岁的卢尔级了 米考 比辣二出六 嫁到这个村 没想到生活这么好 都有自家的饭店了 想吃啥吃啥 想去哪玩去哪玩 过来世界还想去 宴席部看看